他看到他的妻子和年轻漂亮的男子在一块的时候 他是妒忌的 但同时又是感到自卑的 他也没办法 最后他这个曾树生 要跟他的上师调到懒桌去 这个王文贤是不乐意的 但也不愿意拖住他 为什么 一个为了生活 也为了让他的妻子快乐 他知道放他气就是永别了 所以小说里面写的有一段 是非常感人的 永别的那段 那么再说曾树生去了懒桌以后 婆媳不好 婆媳不和 这种矛盾并没有解决 所以王文贤有时候写信去欠他的老婆 就怵怒了他的老婆 就提出要离分 但曾树生还是尽管这样烦怒 还是每个月按时的寄钱来 王在感情上对他的妻子 还是非常的能够理解的 知道病死 这个王文贤很不知道 曾树生 不让曾树生知道他自己的心理 所以他死的时候写下了五个字 我厌他幸福 这是一个好人 一个善良的人 在抗战胜利那天就病死了 在那苦难 那些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中 病死了 这个王文贤和曾树生 都是大学毕业的夫妇了 都树过 这个现代的新思潮的 这个影响 追求过性解放 追求教育救国 但是他们是有差别的 这王文贤很快 就在艰难的生活中 就消退了他的锐气 变成是一个善良 胆小 软弱的小公布员 他卑微的愿望 就是要争一碗饭吃 一家子能够和睦的 平和的生活 虽然他爱他的妻子 也爱他的母亲 愿意为他们两个牺牲 但他的悲索 平庸 已经不能够再获得 他妻子的爱情 他也无力去解决 他们婆媳的矛盾 更无力去抵抗 社会对他的精神上 这个经济上的压迫 所以最后呢 他是满怀着那种 厌恨死气的 小说写汪文贤 精神的那种痛苦 特别面对 婆媳间 无休止的那种争吵 左右不适的那种精神煎熬 是吧 以及呢 对家庭破灭 和自己的生命 尽头 能够清醒意见 你看能够清醒的意见 这个不可挽回的结局 所以读来的让人有一种厌见 厌见的感觉 或窒息的感觉 所以这罕业写这个 凡人小事的悲剧 是一个暗淡的风景 是吧 非常的让人窒息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曾树生 这也是写得非常出色的 一个人物 热情 追求幸福 受新思潮的影响 是一个心理性的 是吧 她三十多岁了 还保持着那种 丰韵的姿色 和汪盛的生命力 她跟那个丈夫 汪文贤完全不一样 而且她有一个想法 有个观念 人要追求幸福 要过得痛快 特别是你人的时间呢 过得很快 她怕呢 自己的青春 生命像流水一般 就过去了 所以她第一怕老 第二怕黑暗 第三呢 怕寂寞 她和汪文贤一样 有个理想 但由于战争 理想破灭了 所以她抓住现实 要冲破烦境 是吧 要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 这个人物啊 不像毛顿笔下的 惠尼氏 张秋柳等等 那些人物那样 放荡行该 她还是有自私力的 是吧 管得着自己 能够抗击那个诱惑 她也没有完全丧失 道德感和责任感 她不是一个病态的人物 只不过是那种战争的 残酷的环境呢 破灭了她的理想 让她陷入更加现实 甚至有时候要 沉溺享乐的思想罢了 这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啊 这个曾树生啊 她精神上最痛苦的 这个 是她那个寂寞 冰凉空袭的家 她爱她的丈夫 对丈夫始终没有厌气 她这是对她丈夫 对王文宣的处事 哲学 老好人的方式不满 感到她的丈夫 没有男人气 丈夫气 是吧 你想象啊 像她这样一个 见钱的女子 当然她渴望 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强者 她甚至呢 当初她丈夫 王文宣的面 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当初瞎了眼睛了 骂她 瞎了眼睛跟你结合了 当时他们也是没有正式结婚了 是吧 就是同居了 但说完这句话以后 马上就心软了 她也产生过 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念头 她说 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 来陪伴她吗 但这个念头啊 只是一闪而过 很快 又被柔情所淹没了 所以都是矛盾的 是吧 特别是她跟她的婆婆 吵架以后 她就恨她的丈夫 就想出走 但过了以后呢 马上又心软了 是吧 所以这个人物写的都非常的真实 非常复杂 王文轩也是这样 王文轩这个人 做心理分析的话呢 他心里是不成熟的 他有点把他的老婆 把他那个当成是母亲来依恋 再说这个曾 曾树生啊 这个他有一次出走以后 几天不回来 在街上呢 突然就碰到了他丈夫 喝醉酒 他又心疼地把他扶回来 这个王文轩有病啊 他是不嫌弃他的 千方百计要给他治病 临别的时候写了那封信啊 临别的时候写那封信 写得特别动人 他去跟他丈夫告别了 他知道这一别啊 不知道哪天才能见面 吻别了他的丈夫 他知道他丈夫也有病 他也不怕 眼泪流着说 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 他肺病嘛 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的 但最终还是离开的 到了懒醉以后呢 美国也都寄钱回来 给他介绍 遗宴是吧 他也提出过离婚 这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好 这种愿意传染的一种愤迹之词 其实当初他们也没有正式结婚 就这样一个有理想的女子 有东方女性的特点 尽力充沛 追求幸福 追求过性解放 但是呢 又讲一点道德感 责任感 这两者之间又有矛盾 这个人物啊 这个矛盾 这个刻画的非常深 也是现代文学里面 比较少写到 是一个有深度的人物 他的性格复杂的 多维性 多方面了 他跟汪文贤不同的是呢 就是说他年轻美丽 充满活力 思想解放 但内心呢 又孤独 苦闷 这些苦闷呢 除了社会原因以外 跟他的身心要求 得不到满足 也是有关系的 他爱自己的丈夫 也曾经想 当一个遵循 旧的道德规范的 一个女子 安分熟悉的妻子 但一回到家呢 是吧 面对那个 病入膏肓的丈夫 是吧 他内心 控制不住那种恐惧 和压抑 所以呢 在年轻 富有 又见状的 那个陈主任 小说里面写他的上司 诱惑闷前呢 他是防护的 他是无法抗计的 他的苦闷呢 就浮现出来 最后他决定离开 他丈夫走了 是吧 所以小说啊 写这个 这个女人 他的潜意识 比如说写得也很好 比如说 写到他 他虽然想努力地唤起 对儿子 小轩 那种亲近感 这个小轩呢 在小说里面出现并不多 是吧 像阴影似的 也是一个病孩子 但又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 这样一个母亲好像对孩子 太小爱他 好像爱不起来 这是由于小轩 是未老先衰 那种模样 引起他 对丈夫潜在的那种恐惧和烦恼 他觉得他这个儿子 太像他的丈夫了 病入膏肓了 是吧 那么无能 这是由于小轩 那种未老先衰的模样 引起他的恐惧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抑感 使到他呢 在儿子面前 也表现出排他 和自恋的 那种深层的人格特征 所以巴金诗愿 不是按照既定的 性格心理类型 来拼接他的人物 而是忠于 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包括非逻辑性的 审美的感受 是吧 所以他这个人物的 心理包括潜在的一些东西 描写的是非常真实的 当然那个汪文宣的母亲 写得也很好 这个老一代的知识女性 他也读过一些书 但现在呢 变成个老妈子了 他思想上比较手旧一些 不习惯他的儿媳妇当花瓶 他对儿子说 我18岁嫁到你汪家来 三十几年了 当初我做媳妇 哪里是这个样子 我就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女人 就是有些老顽固了 是吧 他的心是很善良的 所以这样一个女人 跟你人之间 这个婆媳关系 很难解决 这是永恒主题 是非常普遍的 不光有伦理学 社会学的问题 也有心理学的问题 这个婆媳关系 这个你说 这很难解决 是吧 这个西方啊 有人用心理学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一定怕事情节来解决 这个我们呢 主要应该从这里啊 从社会学去解释一下 就认为这个是在这个老妈妈 当奶奶的时候太苦了 是吧 他思想也比较所旧 不能够容忍 所以文学形象 它的复杂性呢 往往不能够 从一两个方面去解释 去囊括它 比如婆媳关系的极材 他这个心理原因 就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丰富 是吧 你这个很难 简单的说 简单的做出解释 这个韩页写的是一个 下层的人物形象 他们的命运 他比当时一般的抗战小说啊 往往直接的写 战争流血 写正面的人物是不同的 他是从小时 小人物来看这个大时代 从人间的悲蕃 来影现民族 国家的苦难 所以的韩页呢 可以说是平民的时事 这是平民的时事 作者巴金次也说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我能做梦 也不敢妄想写史诗 是吧 这跟那个矛盾不太一样 成为 这个真等之为 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 我不敢面对鲜线淋漓的现实 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说 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谈 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 疑死 但是我没有撒谎 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 照批评家的吩咐 加一戒 爱有黎民 并不是害怕 说了就会被人抓来吊死 唯一的原因 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所摧毁 被生活脱死的人 断气死 已经没有力量来叫黎民了 这在后纪里面的一段话 当然不一定作品中的人物 没有力量叫黎民了 作者就一定要做垂死的生人 但这里说明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巴金他是忠实于生活的 不去填一个光明的尾巴 所以他一个巴金 他不停留写一些打的事件 而注重写那个时代 具体的人物的性格心理 他写的人物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小人物 性格复杂多面 写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优点和弱点 这些都是具体的生命 这些生命啊 善恶民念 爱恨交之 悲欢流转 就写出这些具体生命的善恶民念 爱恨交之 悲欢流转 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 即使大人物 他也有优点和弱点 零分钟也可能有矛盾 苦恼 问题是你能不能写出 这是一个他的特色 第二个呢 他是通过小人物的悲戒 来反映社会的悲戒 时代的悲戒 因为这些小人物的悲苦 病痛 最主要的是战争 和那个黑暗的时代 所造成的 这就是所谓以小见大 以小人物写出大时代 当然呢 这个悲戒也不能够完全 归以这个社会来解释 就是说全部都是因为社会 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的弱点 也让成了悲戒 像婆婆的所旧 偏见儿媳妇新派人物的弱点 还有做丈夫的弱弱 都是自己的缺点 这行业这个现实感很强 又蕴含着对人性 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的思索 是吧 这个挖起了心理深层的原因 也牵涉到对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 人性困境的探讨 特别是那个婆媳关系 写的是五休子的战争 是人类一个弱点 这个行业特别感人 是因为它真实 这是平民的史诗了 是战争年代 普通的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真实的途径 也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那种真实的愤慨 和作者以往的其他的作品 不一样的是 这个寒业呢 它的用笔更加冷静 它很少直接的出来替人物浮喊 它注意发觉人物内心的冲突 这小说的构思呢 也是匠心独运 整个作品呢 都是围绕寒业 这个象征性的氛围来做文章 小说的名字叫寒业 整个小说的基调也是寒业 意境是非常凄凉的 这个增加了这种悲戒的效果 也使人很容易联想到 作品所要暴露的 那个黑暗现实的 这个黑暗冷酷的那种社会环境 所以寒业呢 是继巴金加气园之后呢 小说艺术的又一个高水平的 一个发飞啊 最后呢 我简单说一下 寒业的这个艺术的成就啊 一个呢 是不停留于事件的描写 而着重呢 就人物的不同的性格心理 这个注意性格心理的 复杂性 不光是激情 也不是追求流水行军 而是有巧妙的构思 有俊勇的寒意 整个作品呢 都扣住寒业这个命题和氛围 是吧 一开始是王文宣在寒业里面找他的妻子曾树生 结局呢 是曾树生在寒业中重新回到重庆去找他的丈夫 这个以及人气楼空啊 其中的人物活动情节的展开都是在寒业 鼠尾连贯 义尽悲凉 所以义尽的设置 寒业是有暗示性的 暗示那个现实 是吧 而且 王文宣的死 安排在 胜利的庆祝声中 是吧 这有点让我们想到这个林黛玉的死啊 也是安排在这个 切宝钗的 这个接纷之夜 祥林嫂的死呢 也安排在 纯洁的祝福声中 同样是一种艺术的构思 这说明了巴金的小说呢 不但保持了以情动人的特点 而且越往后呢 也注重这个艺术锤炼了 家和寒业比较 家呢 比较热情 澎湃 寒业比较含蓄 凝重 前者主要是写青年 爱情反抗 后者呢 写中年 他的情思 他的困扰 他的坎阔 前者呢 就是家 比较注重情细的发泄 沟通 后者呢 这个行业呢 比较注重意境 氛围的渲染 这个 说明这个巴金的写作啊 笔法上有种变法 当然在题材 写作对象 不同 也可能有关系 是吧 家主要是写青年了 那么行业呢 是写中年了 这个考虑到这些题材的因素 所以他的风格是不太一样 这个巴金的文体啊 我们看来是不够精美 不够严肃的 是吧 总的来说 当然像行业的比较好一些啊 也许很不属于那种 可以反复推敲 主角的唱作 这个巴金的作品 是不是那个 供人细细细品味的 但它是单纯 扑术 流畅 能够有声有色的 表现鲜明的感情 能够以 整体审美的氛围 这种营造 来抓住 读者的灵魂 这个到了 后期行业呢 同样保持了 这个风格 这呢 跟巴金喜欢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 动视强烈的记事 和异扬力度的语调 是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词汇 记事 语调 都是巴金特有的 是吧 跟这个作品呢 造成了这样一种风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